好 好我们现在准备要走那个彩虹路 ok 我们现在在什么雪山来着 亚拉雪山 我们现在征服亚拉雪山 ok 我们在亚拉雪山 ok 我们今天出 这个是西洋的小吴 他已经高反了 你还好吗 你要不要介绍自己拿来 介绍自己 挺好的 挺好的 即将就要看到我们的雪山 看到了 看不到的雪山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的雪山 昨年我们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们当时不是对着天空喊了一些愿望吗 然后呢最后的是那个 毛衣对着天空喊 喊完了之后 不是加我们的名字之后 再喊了一个什么 最后一个是他喊了最后一个愿望 把所有愿望全部讲完 他喊了最后一个愿望之后 天空那个木铃全部散开了 我马上露出太阳了 哇 那一瞬间 你看这个 我们喊一个喊心愿吗 你看我 我验个 来你听 我们要帮双双他们喊一个他们不在 双双 祝你 谈个恋爱吧 谈个恋爱吧 好笑 突然听到我 非常搞笑 双双 祝你谈个恋爱吧 谈个恋爱吧 你们怎么这么毛利子 后面都被我们扯掉了 运动会 这是咱们来的那天 是我见到你们那天 你好 哈喽 哈喽 你在这等很久了吗 还好 王雨霖吧 好 谢谢 谢谢 舞会 最开心的一次 我最开心的一次 你开的我开 你让我现在 再把 咱们最后一天能再读一遍 春日二班的同学们 你们好 不知道此时此刻 你们翻开这一夜的心情是怎样的 在这个不是烈日就是暴雪的春天里 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太多 但我们都知道的是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一起走进下一个季节 这场旅行就是其中之一 送你的生蛋糕 还是三层的 非常抱歉地告诉大家 由于巨大的不可抗力 我们决定提前终止这套旅行 大家将无法继续前往原定的童话乐园 厦门 我们要在这里说再见了 我也哭不算 为什么要搞这么三层啊 人都是感性的动物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呃当时呢我在爱尔兰留学 然后 呃我小时候 跟我奶奶很亲嘛 然后当时奶奶在我家给我妹妹辅导 功课在 辅导完之后呢 她就就突然跟我妈说想跟我打个电话 对问一下我怎么样 之类的 当时中国的晚上在爱尔兰应该是早上 我准备去上早课 然后就接到接到电话了 我就没有 没有接 因为我当想就是说 呃一个是网络信号不太好 这又是 懒 然后也在跟朋友聊天什么 就想说等到 国内早上然后我这边晚上了以后 我再去把这个电话好好打完 多聊一点 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 那是最后一个电话 那是最后一个电话 我们常常因为腼腆 因为 害羞 不敢表达自己 或者是觉得没必要 少讲了很多话 可能觉得 哎不讲他也知道 或者是说讲了以后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讲了跟没讲真的是天差地别 如果你心里想的东西的话 不要害怕表达 就说出来吧 让他们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次最后一次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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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